哈囉大家好 愛稱先前已經拍攝過很多部影片來介紹 關於5G NSA架構下的連接以及訊號格的顯示機制 那時候我們有提到說想要連接上5G訊號呢 一切都要先從4G機器台下發的上乘指示說起 也就是所謂的up layer indication 像如果你是拿三星的手機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service mode裡面看到這個up layer indication 如果這邊顯示support就代表說這附近是有5G訊號的 此時即便你的手機行動網路是處於待機的狀態 也就是這個rrc是idle 你的訊號格呢仍舊會顯示5G訊號 來代表說目前處於5G服務的覆蓋範圍之內 那如果你的手機不是三星的也沒關係 我們有說我們可以從安卓的測試模式 或者下載我們之前介紹的這個netmonster 點開來看呢你會看到上面這邊有一個5G NSA disconnected 然後有個驚嘆號就代表說目前是沒有連上5G的狀態 那我們可以點選這個驚嘆號的圖示 也可以在下面這邊看到這邊是有5G可用的 ENDC也是可用的 但是目前的狀態是connection failed restricted by carrier 那這個意思就代表說你這張SIM卡並不是5G的方案 所以左邊這隻手機無法連接的原因就是被核心網給限制住了 那還有一種情況就是4G記憶台告訴你在5G的範圍之內 但是實際上是沒有的 那也會導致說收到上升指示 但是依然是沒辦法連接 不過近期呢有網友私訊我一個情況 他是台灣大哥大的5G 那他剛好也拿這個三星的手機 他就拍了一個截圖給我看 他說他的這個Service Mode顯示 這個Up Layer Indication R15 是Not Supposed沒有上升指示 但是下面這邊5G卻依然是有數字的 代表說目前是有連接上5G的 那這是怎麼回事呢 沒有上升指示怎麼還可以連接到5G呢 當時我也在想說是不是業者記憶台那邊設定有錯誤等等 因為通常呢應該是要有才對嘛 不過我們這邊還是要強調一下 這個上升指示跟能不能連接5G 實際上是兩個分開的東西 只是通常呢應該要是一致才是合理的嘛 那為什麼說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呢 因為這個上升指示這個概念呢 當初是為了要解決我們手機訊號格的顯示問題 就是那時候大家都在爭吵說 到底什麼情況下 我們的手機上要顯示4G符號 而什麼情況要顯示5G 那時候就討論出了很多種的方案 於是呢這個上升指示的概念就被引入了 後來大方手機的廠商就是會 依照這個記憶台SIP2信領有沒有下發上升指示 來評斷說到底現在是不是要顯示上5G符號 但是實際上你的手機能不能連接5G 它依然是透過業者記憶台那邊的配置 比如說它會給你下發一些RRC的重配置信領 來使你的手機去接入到5G的站台 那今天為什麼要拍這部影片呢 就是我在清明連假回家的時候呢 發現我這裡終於是可以接入到中華電信的5G訊號了 之前呢有跟各位說我這邊其實是收得到5G訊號的 但是因為業者在我附近架了一個小型的記憶台 它只有單頻band3的頻段 但這種小型記憶台它一般不會架設5G的天線嘛 然後呢這種小站台又沒有與其他大站台的一個通訊接口 也就是所謂的X2 Interface 所以就導致說它也沒辦法跨站來連接其他的5G站台 我這邊變成說永遠這個5G訊號就是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 可是這一次回家發現居然出現了5G符號 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現在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把SIM卡切回中華電信 各位可以看到 確實它顯示5G符號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我們再開啟這個Service Mode 好神奇的現象就發生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Up layer Indication R15 是不是顯示Not support 可是下面它確實真的連接上5G了耶 這不就是跟那位網友說的情況一樣嗎 沒有上升指示 但是它居然可以接到5G 你看我的4G就是連上那個PCI 104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只有開單頻的那個小站台 它沒有上升指示 可是卻可以接不到5G 是不是挺神奇的 然後這時候我也在想說 那它沒有上升指示 這個訊號格會怎麼顯示 我也很好奇 各位我們一起來觀察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當RRC進入IDLE狀態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現在RRC進入IDLE 結果它又連結 不然這樣怎麼樣 我們先把行動數據給關掉好了 這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 現在變成IDLE狀態了 它果然訊號格就真的變成4G了 因為我們說過 在IDLE狀態呢 沒有上升指示 那就一律顯示4G 可是呢 現在它又連接了 我沒有開行動數據 它怎麼一直連接 但是你會發現它現在連接狀態 訊號格 它依然是顯示4G 沒有上升指示 但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開啟行動數據 它應該會馬上變5G 我們開行動數據 有沒有 它真的就馬上變5G了 這個就是一個 滿奇特的現象 現在呢 我們也把SIM卡轉到左邊這隻 小米12T Pro 用網路信號大師 再來看一次它整個的一個連接過程 我們先來換一下SIM卡 好 我們現在開啟這個網路信號大師 目前還是飛翔模式的 因為我們要讓它重連把整個信令給記錄下來 那現在呢 我把飛翔模式關掉 行動網路打開 好 現在信令開始在跑了 好那這邊我們就按下暫停 我們回到一開始 看它到底整個連接發生什麼事 好 首先一開始記憶還是要的接收 MIP跟SIP的部分 我們就是先從SIP2開始看 因為我們有說 上層指示呢 會顯示在SIP2的最下面 不過它這個PCI是293 但是293跟那一台1044一樣 都沒有上層指示 這麼滑到底呢 你發現 它確實 結尾是沒有上層指示的 但是接下來繼續看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先從這個 UE Capability Inquiry來看 它這邊就有請求NR的頻段 你看這個站台沒有下發上層指示 但是它依然是跟你請求 NR的頻段 包含N1 N78 甚至是毫米波的N257它都有要 好 那繼續往下看 我們看到這個 RRC Connection Reconfiguration的這邊 就發現說 這個是它293的其他頻段 它也有Band 8啦 Band 7都有 但是下面這邊 各位有可以看到喔 這邊就有NR 有N78 還有N1 它都有 所以它就有指配 你可以去測量這些頻率 那既然提到測量 那我們就看它下面應該會有一些事件 像要介入5G呢 我們就要看B1事件 我們來看它有沒有B1事件 有真的有 Event B1NR的R15 這邊就有 它的介入門檻是-110dpm 只看RSRP這個指標 所以呢 即便沒有上程指示 基站人可以透過RRC重配置 去指引你點接到5G 所以下面就有這個5G的Radio Barrier 下面就是APN預設承載的一個介入 那到這邊基本上5G NSA就已經介入了 上面已經顯示5G NSA了 那我們就可以回來看目前收信的這邊 不過它還是連到293 我剛剛是說104那一台小基站也可以的 不然我們現在鎖屏好了 我們現在鎖屏我們只選Band3 因為Band3是它最強的一定是連它 好各位看現在是連104的 就是那一台小基地台 一樣它是可以介入到5G的 而且是跨站的介入 它可以接164啊80啊 附近的站它都是連的到的 所以是不是挺新奇的 沒有上層指示它依然是可以接 那這時候如果開啟這個 NetMonster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也蠻好奇的 我們就打開來看一下吧 好 這邊你就發現了 它上面這邊確實沒有5G那一行 也就是沒有上層指示 但是下面這邊又有顯示5G的群號 而且它5G的PCI也是顯示104 那這明顯是錯的 它這個軟體自己就搞混了 因為它覺得沒有上層指示 啊怎麼可以接5G 啊那5G PCI 我就是給你顯示跟4G一樣的 結果它這個竟然是跨站的連結 那又或者說你不裝NetMonster 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進到Android的測試模式 我們叫輸入星景星景 4636景星景星 這邊有一個手機資訊的測試模式 你會發現神奇的地方喔 你看這邊 ENDC可供使用 沒有 FALSE NR可供使用 FALSE 這裡代表這裡沒有5G 可是 NR狀態是Connected 以連接 所以它這個其實就是看有沒有上層指示 但是這邊沒有上層指示 卻又連上5G 就變成造成一種很奇怪的現象 但是這樣也變成說 你的訊號格 進入IDOL狀態的模式呢 它就會顯示4G 所以各位看 現在的訊號格是4G 當然現在是確實沒有連上5G 但是一般來講 如果有上層指示的話 你在IDOL狀態 你的訊號格也應該要顯示5G的 OK 那最後的時間呢 我們就來測一下這邊的5G速度好了 因為我之前這邊一直都是連不上5G的 除非你接到一個PCI65那一台 才連得上 所以現在我們來測個速喔 好,開始測速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5G 大概跑什麼樣的速度 各位可以發現它其實還是可以跑個300-400枚 300-400枚沒有問題 雖然這邊的訊號是很弱啦 各位看一下訊號 都快-110左右 但是 跑個300-400枚還是沒什麼問題 那上載的部分呢 因為 畢竟這邊5G弱掉了嘛 它比較難打回去 所以其實上載它主要就是靠4G在傳 雖然5G還是有跑個十幾枚啦 它不是完全沒有跑 那最後也是有測出下行360枚 上行48.2枚的一個速度 但至少絕對比純4G還來快 因為我那邊那個4G又是Band3單頻 它也不開個3CA之類的 它就單頻 各位可以在那個 因為我們剛剛信義那邊其實是連到那個 293那一台 所以這邊我們再開飛行 我們再重新連一次 因為我想看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UE capability這邊 它其實這邊還會有一個requested的 max component carrier download跟upload 就是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機器台 它有幾個CA 那最小它就會顯示2啦 雖然說這邊連2CA都沒有 所以它顯示2就代表這邊還是單頻 可是它就是有要求5G的頻段 你看現在是PCIe104嘛 剛剛一開始連的是293 那104它也是這樣子 OK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分享啦 其實沒有講什麼內容 就是講說確實有這種 沒有上層指示 但是依然可以 揭入5G的這種奇特現象 它是存在的 但是至少業者 它有在第一台的配置上做了修改 讓我們不用再因為周圍的這些小記憶台 變成說你的5G訊號是看得到吃不到 它沒有修改這個配置 可是上層指示這樣子 是不是忘記加還是怎麼樣 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還是要請專業的電信工程人員來為大家解答 那當然想要讓你的5G穩定呢 我們最終還是要邁向這個SA網路 只是我們好像也期待很久了 但是呢 這邊也跟大家分享最近的情報了 就是中華電信最近在我這邊 也就是台中地區啊 他們是把很多5G的PCI都加了500 也就是配置到504之後 我不曉得這麼做 是不是為了準備要開台SA 我這邊給各位看 那就可以看到 4G的PCI 122 5G變622 他們就是全部把它往後加500 像這一站也是 102變602 074變574 這是N1的喔 但是N1他們也是這麼做喔 你看423變923 125變625 053變553 然後這邊有個048變548 210710 1966696 049549 238738 186686 384884 有沒有這台中市區 我前幾天有去繞一下發現 真的有非常多的站台都做了這樣子的設定 不曉得 是不是在為SA做準備啊 真的期望SA可以趕快開台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我是愛真 感謝您的觀看